一批就可以作为紫色方 九筒 盲僧 九筒盲僧 另外一般搬掉了蜘蛛女皇 看一下还要搬谁 因为现在的话 无限 就感觉这两支队打的话 可能就是比较的偏向于 就是来正常搬嘛 对 两个队的风格真的很像 我觉得 就搬掉一些 现在比较OP的影响 是的 也没有针对谁的意思 就是你感觉WE的风格 应该算是EP的一个进 是进化版的 是的 就是就可能是比如说 现在都经验更丰富 对 这个功力都是练到十重 WE可能现在是九重 EP是八重这样 所以为什么我们赛贤说 相同的武功 差异重其实还蛮明显的 几个丝 几个丝抢了吧 这肯定抢了呀 不过这个英雄确实还是 先抢掉比较好 但现在对 李猫超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你知道吗 因为就是你拿了几个丝了 现在九筒也没有了 但李猫的风格 其实他之前用极格斯的角度 打得蛮多的 对 就不知道他现在会用什么样的一个英雄 嗯 也许有大招 希望如此吧 然后这里 极格斯的顺率有点吓人啊 75 是的 而且强队用极格斯 他更容易把这个英雄的特点发挥出来 没错 就是很能防守 特别的稳 好 这边上路是省得了萌多 然后拿到一个锤石 锤石是可以拿的 因为现在能值得抢的英雄也没多少 锤石现在演员是一副这个辅助一哥啊 已经羞肉了这么多次 依然是辅助一哥 跟他本身的机制有关系 对 你想有一个E是控制 Q是控制 W能够帮助队友来进行各种各样的逃生 几格斯加位 这个组会出现了很多次了 胜率都非常高 他们这边拿了几格斯加位 现在打野英雄里面比较常规的三个都没了 然后EP这里呢 其实我觉得W这里拿位不如拿卡斯克比较好 真的 拿卡斯克配合几格斯的话 团战里面蛮容易打收割的 这还是看队友 W的话还是以这个AP和AD为核心 对 这里我们看到南大奥利安娜 八条 女警 两边的选人真的很稳 都是中路先拿一个大后期 对 八条中英雄打几格斯还算 不是特别难打 几格斯中英雄在线上基本上就是霸主 你很难找到能够跟他一拼的英雄 实话 而且现在来看的话 就是奥利安娜这个点 我不知道黎毛超人平时用的怎么样 但是下路组合的话 是拿到了EP这里下路最擅长的组合 这是最擅长的组合 没有之一 然后上单的话 这里也拿到了 比较擅长的萌多 那WE这边能选的AD也就只有轮子妈了 对 但其实这边如果拿到轮子妈的话 同样WE下路是拿到了自己非常善用的一个组合 对 温笑最近用轮子妈用的有点多之前是用女几 柯南最近用女毯用的有点多 看一下这一把的话 没办法这个版本英雄就这么多 对 十几二十个英雄 轮子妈加谁看一下 或者要拿维恩吗 有没有可能 甲克师 感觉有点 甲阿斯 我觉得甲阿斯真的不错 甲阿斯打鳄鱼 打蒙多 对 如果打鳄鱼的话还不好打 就不好打 打蒙多真的 真的好打 诶 这边打也拿了卡兹克 不平时要拿卡兹克了 但你这个卡兹克的话 就只能期待团战里面 奥利安娜的大招能够放好 对 这个阵容拿卡兹克 比较一般 爆发比较低的 说的是有点难的 两边换一下就真的不一样了 因为为何奥利安娜的配合非常的好 卡兹克和这边极格斯的配合 和甲克斯的配合又非常的好 所以我觉得EP这边的阵容 更加偏团队一些 不如拿个寡 刚刚说完 依芙琳 你这边拿卡兹克肯定打不起来的 太难了 那这边换 依芙琳 那就比较正常了 这边的话两边的阵容 我觉得都可以理解 就算哪边发挥更好一点了 WE这里的话 拿一个胃来保极格斯的发育 可以理解的 对不对 然后另外一边的话 拿一个依芙琳团战里面 无论是先手开团 还是追击 还是在团战里面 能够承担这样一个作用 都是不错的 但是就蛮依赖 在这两个C位的 以及不凭这里 究竟能不能够发展起来 我觉得双方的AP 不能发育起来 都对自己这边是一个难题 对 一定要AP能够发育起来 哇 极格斯这双绿油油的眼睛 真是看了好几天了 花乔这边眼睛是绿的 你发现没有 哦 所以说大眼睛时候好重 花乔的眼睛太小了 是时候找个一打师 打中单了 是的 好可怜的一打师被削肉了 现在 现在一打中单还是可行的 是吗 真的 只能打AD吧 就 当然是不能出AP的 只不过中单打特定英雄里面 其实你只要对Q的把握够好的话 那一套Q过去 如果刚好在身边开E的 那几下平位的伤害是非常的可观的 打一些传统的脆皮 可能说非常的好打 那还不是没有AP一打的爽吗 那倒是 只不过现在已经没有这 已经没有这种打法的英雄了 他是完全断绝了 E的一个AP向的可行性 并不像蛮王现在还可以打EP 对吧 好 我们看到双方形状都已经准备就续了 晚上就会到WE和EPHK的第一场较量 好的各位观众比赛已经开始了 那蓝色军团方就是WE战队 这里双穿很正常 然后红色军团方是EPHK 只不过伊富林这个双穿带的是 好像不是我们传统那样 就是打双穿符文上去的 他还做了一些稍微的调整 对 这很平均 两边都是8到6% 8到6% 这个的话其实是 可能多打了一点AP的符文 AP穿透 好像是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而现在这个版本 他EVE的出装还有点变化 对 诺言是要出法系那一套 其他人的话 更多的是出弹刀那一套 因为现在弹刀还没有加强 对 现在比赛服这个版本里面 弹刀还不是那么强 现在如果大家打RUNK的话 伊富林还是出弹刀更好一点 现在基本上都是弹刀 对 诺言他其实就是秒人的寡妇 对 所以他的出装可能跟其他人 不然其他人可能更偏团队一些 这个很坏啊 我们看到 B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 就是这种情况 如果是对方从这里入侵的话 看到一个女团肯定马上就上了 然后后面四个人 不过老实说 EP这边EG团不是特别强 对 这边贾克斯EG团 配合轮子妈炸的人是非常强的 是的 现在EG团的话 要看双方到底打不打得起来了 感觉打不起来 要入侵了吗 诶 那还是先一个人过去看一下 哇 这边视野的控制 究竟能不能做得好呢 诶 但是女警 应该是看到了 看到后面有人 看到柯奈基这个草丛了 他要过来放个眼 诶 好 1分30秒 打你一下 看到你了 摸你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女坦 带多兰顿 然后再打防御天赋去多肉 嗯 点击一下几乎不掉死 根本不疼 没错 所以说女坦这个英雄 真的是线上 你要打他的话 你基本上2v2就输了 嗯 好 这里的话双方正常开局 完全没有想入侵的意思 嗯 中单 雪雪这边还是 想打得更强 这里的话一击生盾 嗯 防防止你消耗 其实还是打不过 打不过 几个丝真的有点 有点 不过 线上还是挺强的 你看雪雪这里对于节奏的把控 对 被动好了以后 一直发一下Q 对一个平A 其实这样的话 因为发条他的盾只能挡 一个伤害 就是反正肯定要被耗点血 对的 只不过你如果没盾的话 肯定被耗得更烦 对的 对 有点打不过 被迫克压 而且这边不停的加盾 其实他的血线 他的这个蓝量掉的也很厉害 对 不过下路这一波压二 压的还是比较成功的 嗯 EP这个下路 所说非常有经验 大家注意现在正在直播的是 狸猫超人和草莓的第一视角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下路压二 然后一勾没有勾到 这Q没中 这边的话 他已经不打算用Q来消耗你了 反而是打算用Q来直接推线 现在雪雪 这个炸弹人 就是让人蛮大的 直接用E推线 前期对于蓝量 是一个很大的 准伤 刚刚弄了大车兵 没发现了 哎 这里的话 让他为 为这个洞上看到你 奥莲娜在躺下了 然后还在这里试探进了蹲 他是反蹲 看伊芙莲莲会不会来 但是吉克斯这一把的话打得就很凶 他直接带这个点燃的 两边都是点燃的 力球单杀 这边看来是杀意已决 对 会不会出现昨天那种中路的局面 诶 有可能 好 这个就好看了 就是我们五五开 但是就是要跟你打 对 那现在下路的话 我们看到垂直的威修力 还是比较明显的 加上女警的这样一个长手 对 女警先到3 是的 这番微笑的补刀被压的有点多 对 压了10个刀 确实有点难 这边中路的话 我们看一下 奥莲娜也是稍微的被压了一点 对 压力还是顶住了 对 不过这一波兵的话 应该是补刀的优质 还是在5-6个 对 线上的话依然是五五开 对 一批下路是打得非常不错 是的 确实是很擅长 女警队 诶 中路拼了一波 没看到发生了什么 这边的话是 极克斯交掉的点燃拼了一波 奥莲娜只能在这里慢慢回血 那其实这一波回血还是蛮 危险的 等一下 不平这次的动作 我感觉中路要被单杀了呢 没有没有 很有可能 因为这边还有一个闪现 看看下路打起来了 不平在绕 东霍稍微异一下 哎呀 神钩 而且柯南用异做了个位移 这波非常漂亮 连闪现都没有交 对 这一波的话 东霍的勾出现了一点问题 而且 伊芙琳的走位 正好是给柯南一个位移的机会 好 中路这里为了防止被单杀 只能选择回家 那这样的话中路亏了 下路刚才那波进攻也亏了 对 W这一个来回就赚得很大了 可以看 有时候 有时候交一个点燃即便不杀的话 效果还是非常的好 是的 即便点燃交掉以后 补到的优势就快要到张价20了 嗯 很明显 对 到达5级 但极格斯这里上线的话 肯定是整个的状态要比对方还要好 大家注意 这个妹子们赶紧报名我们的新主播大赛 是的 有各路界的这个导师 而且那个吐槽一下刚才主播大赛那个广告片 那个不是PED那个 是录的那个 那个配音 把剧的断点弄错了 美女新主播大赛 不是美女新主播大赛 细节 其实我们都没有注意 因为你们不干配音就活了 哎呦这里 这个Q是躲掉了 极限距离躲掉了 那这样的话这波交换下来还不亏 东霍趁机还摸了人家两下 刚才微笑的Q感觉稍微更大一些 哎这个真眼 来了 哎 看到了 这个杀不掉 哎不是看到真眼了他 对 也不排 两边都知道 往前面走 哎上路 上面一套技能没有杀掉 交了一个闪现 啊 贾赫这边是位也是交闪现的 现在可能是一个闪现的Q吧 嗯 没太看 这样的话 现在还是没有医学的诞生 对 而且中路的话是6级压5级 阿里安纳这里非常难过 下边要 反应不错啊 打一下炸弹人有大招 看一下打不起来 那你还别说东霍现在反应力有点可以 对 他在之前的Top10里面就是有这个操作 哎 他是不是像我昨天一样 就全场注意力都放在这个上面 哈哈哈哈 不管ADC死活 我就是要亮 我自己要亮 对 哎 这一场炸的很漂亮 看一下伤害够不够 还好 炸弹这个连招耗血还是挺烦的 是的 主要刚才那下W炸的很漂亮 五瓶还是没有收获啊 但是我没有太多的收获 对 两边打也应该都是差一点到6 看到6有没有效果 如果这边要针对哪一个 一个大招 哎 这个大招 你还关键是你还是两个人都站到里面让人家打 就是你看到大招了两个人都被打倒了 嗯 结果不亏啊 就非常害怕被抢掉这个蓝 不是 这个和抢到蓝没关系啊 你站不站到那里 他这个蓝都是抢不掉的 可以稍微闪一下 对 刚才那一下真的是 哇 下边卡在很危险 护盾点出来 柯南这边要逼两个闪现出来 但是刚刚这个闪现 哇 这下没关到 微笑这个 什么时候改风格了 是不是想这么说 这个打得好凶啊 闪现过去 哎 哇 柯南 柯南太凶了 好像是闪现加益 这个是其他辅助不敢想的啊 闪现益直接直死一个 卡在这边有点大益 是的 看来回家直接补了一个暴风大剑 那这样的话初期下路被压到20个刀 基本上就是可以接受了 一大波兵线 你看一大波兵线 这一波要转回来 转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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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打回来 你看一个有一个有助攻的医学 就是600块 开玩笑 600块 在加上这一波兵线下路已经亏的不行了 对 又是回到了W手上 草莓这边上路混得非常不错 对 所以贾斯前击能混成这样 已经是非常的舒服 你毕竟打的是蒙多呀 蒙多有什么办法呢 对 蒙多只能跟你互相补到 这边打完这局以后草莓可以说IPD 我将你用下贾克斯 我觉得这局还是要看后期贾克斯的一个作用吧 毕竟前期的话是看不出来的 感觉这把作用应该差不了 因为贾克斯这个英雄初期让他顺起来 不要说顺起来的 就正常 正常 就可以了 感觉对面也没有太多可以限制贾克斯的英雄 其实还是有 就伊芙琳加奥利安娜 这个组合对贾克斯还是有点威胁的 但我觉得伊芙琳和奥利安娜估计是要打一个先手 会比较好打一次 就是说贾克斯等你先手完了以后 打一个反线手的话也是很难解决掉这个点 郭平这脸是没有被发现 如果这里有点贼 他在干什么 应该在偷龙 坏事 这个蓝色方的蓝色方的这个胃啊蜘蛛啊什么的 你没 有眼有色都看不到 是的 直接从上楼就掉下去了 偷掉了 这个他就抓得很不错 是的 正好不平在这蹲着呢 雪雪这边已经开启刷冰模式了 有蓝buff 非常爽 张燃这个刷冰非常的爽 很舒服 节奏很 上楼其实两个人都还蛮舒服 是的 没人理他们 但关键是到后期的话 蒙多乐队其实真的不如贾克斯 对一个起来的贾克斯是很很烦很烦 很无解的那种 又来了又来了一个Q躲掉 还是很难啊 因为微笑和柯南这边的血量是非常好 对 而且你真的硬打起来的话 其实你真的说不好 对 因为现在女警状态很差 很有可能被对方硬换一个都是有可能的 上路这里很危险 这边闪现刚好抓了一个闪现台密 对 那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来了来了来了 没有没有 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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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走了 对对 冲起来 冲起来 对对 冲起来 没有闪现是必死 对 第一波闪现招式来 在你闪现好的时候 你最容易放松警惕的时候抓你一波 对 因为台密把握得很好 大家可以从屏幕这个右边看到他闪现的CD 嗯 大概还有30秒左右就好 对 但是就是这时候抓了一波 也是为了第一个大招有收获 不平 没抖起来 过来看一下龙 哎 龙也没了 心都碎了 对 看他走的位 当然是你起不着手的 你吹是这么明显 而且而且冲线在塔内 他也没有任何的理由在那里 这边奥连纳中路取消的大招会闪现 没有杀掉 原位也没有大招 对 如果直接帮忙清一下冰 虽然冰赶快回家 我看伊芙琳在这里 这个真眼刚才真的是没有看到 应该看到了吧 没有 哇 走不去那么明显 就反正我用伊芙琳打野的时候 我随时随地都会看我周围有没有真眼 有了吗 这边回家是先把一个 中途中给做出来 嗯 反正张单应该也是出不了允许 对 倒不如先把这个装备起出来 因为我回家第二波会应该是被中途允许 对 现在整个局势对达瑞来说很有力 两千块钱的优势 在发育的点都是发育的非常不错 是的 初期劣势的点呢基本上也稳住了 感觉不平这盘真的有点 降游 找不到机会的感觉 达瑞这个下路组合有点太太老道了 对 微笑就本身就太稳了 太给你这种机会了 而且两个人意识都非常的好 这个一稍微慢了一点 贾克斯上路也是非常肥了 关键是现在蒙多打不过这个贾克斯 对 这个就很烦了 你打不过他 他还是一个就进攻性这么强 又灵活又难被抓死的 哎我觉得那寡步其实可以 又来又来了 哇 寡步是不是可以多去帮一下上路 因为上路本来贾克斯打得就非常激进 上路也蛮难抓的 要是微笑这边又是有闪现 身上再带一个野 但他老是下路这样浪费时间也不是回事 你把副抓下路真的是就非常见到的 但是这一盘的话 就搭配这个下路实在是太稳了 对 像一块石头 反正你来 你这个垂是稍微往前麦那么一步 我先撤了 先不管你后面有没有人 关键你看不平这一把的话 其实他到六级以后 这一个大都没放过 这是最少的 但是打不起来 这个打不过 赶紧跑吧 东路 你几根本就没理他 根本打不过 但是这个麦 看看麦能不能麦成的 还是不行 这也太稳了 对啊 你看到这真的是 打你一波打不死就算了 若这里要月塔了 月塔先冲谁 先打这个辅助吗 辅助好像不用给大 直接就秒了 非常漂亮 再指一下卡乃 先冲起来EVE 因为血量也不多了 再交一个闪现 再被Q起来了 微笑拿一个双杀 而且你看刚才这波小团里面 微笑这个小工资装 暴击的次数还真的是不少 这也看人品了 这是说实话 刚才那几下暴击还是蛮痛的 这一盘不平被制了 若这个 绕后绕得非常nice 是的 W这边下路真的是 还没看到 终于看到了 这一盘就无力吐槽了 只要看到随时有打的意思 我先尝试打你 我但我不深追 对的 随随这一下 这个有点 先W再Q了 这个有点伤啊 没事没事 真搞笑 现在这个发枪拿炸弹 根本没办法 现在说实话 你打团也不好打 然后小龙嘛 又是被对方拖掉 这边 这种小细节上面 EPHK是占了 吃了很大的亏的 对 也就是因为这些小细节 你看现在 没有晕倒 你看现在的经济差距 还是比较明显 是 其实我没跟这边的 门多基本功还是够可以 补刀基本也没漏过 两个人 反正你也杀不死我 我就跟你发越好 所以开局我就说了 这一名选手 非常像一名老将 非常的像一名老将 步屏想起来了 上路可以搞一下 对啊 但是步屏又很难杀 他现在没大招 上路确实很难杀 没技能 确实没办法杀 要等大招好 其实我觉得他没有大招 现在也能上去打一波 就让门多上去卖嘛 怎么杀呢 就是草莓用过E 用过Q 对 能把他闪现逼出来 但是你要真杀的话 还是杀不掉我觉得 主要不一定 我觉得得耗两波 才能够杀掉这个贾克斯 而且血量也是 主要是贾克斯 他本身是有闪现 还有个跳技能 对 杀起来还是有点难的 颜多和寡夫这边就一个简直 直接开大招 这个大开的 我觉得不应该开 饼一会 他这样的话 也可能让草莓放动 让贾克斯把跳用掉 看一下开E了 开E的话有可能 啊 被遇到了 跳远 不凭这个操作是不是 往上贴了一下感觉 对 往上贴着被晕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厉害了 刚才草莓也确实一盒Q 都留到最后了 哎 这里一个大 大呢 要打吗 能打过吗 发酵拉了一下 如果这边血量是不多了 但是跑是肯定可以跑掉的 这一波人家完全没有必要 终于还杀掉了 这波又没看 当然是不平交了大招 对 好没事 闪现都没放出来就死了 应该是就不放了 放了感觉也 应该是在塔下 刚才不知道什么情况 那可能是在塔下强杀了 但是这边换掉 超小龙的话 W这波不亏 嗯 对 但是上路门多看看 塔的血量应该是比较多的 很难带掉 上边还没给到 中间 一毛少人这边的补刀 也是没有拉太多 看一下 啊 这个血量太低了 这个跑不掉 怎么会血量这么低 这个血量也得太低了 应该是被 无限Q被蒙多耗了几波 是的 可能丢中几次 但是现在EP还是不好打 经济落后比较明显 是的 但是EVE这边的补刀刷野 是比较差 对 这补刀刷野也差 然后 在线上也没有帮忙做什么事情 对 就是说你补刀比对方少 助攻比对方打野少 也就是说这打野位 今天是输了呀 就完全输了 对 哇 这样 你做了 哦 没大招 哦 还是说有机会 一个闪现出来 对 但是大招没好 有点燃 有闪现 林芒少人打得真不错 我觉得这发条 对 其实真的没有落下风 这发条这一种等级高了之后 打炸弹人还好的 炸弹人其实有时候就是 你摸不到他 他能摸到你 这是最反的 是的 但是林芒少人这盘发条 这样太凶了 这位置位置 要出事了 Q加闪现 冲起来大招配合吗 直接W一下 反身的大招也是没有效果 这边就是一个会玩的位 他这种套路玩得很深 就是只要有闪现 你只要闪现Q没有关系的 对 你只要一个大招 或者一套技能带走一个人 你这波就是转的 非常转的 这一盘弱的节奏 是完全是带起来了 是的 但是 什么有机会呢 W W自己还有闪现 挖紧要打了 完了 这一波反撒真的非常漂亮 太高估自己的伤害了 他踩了不知道 我觉得应该是太低估 人家的伤害了 这个拉过来干嘛呢 攻破 全线崩了 全线崩了 这边有闪现有护盾 要先交护盾 还要点还要点 这边交闪现已经来不及了 他就不打算交了 能换刀就换刀就换刀就好 带哥已经上头了 我觉得 草莓这边也是上路拼起来 草莓拼不过 交闪现 这边交闪现跳回来 很亮 哇 这一斧头没有丢中 对 气死了 好气啊 刚刚 这个草莓 被玩弄了 对 草莓这边也是秀起来 对 很少见武王秀起来 一般他都比较沉稳 武王说 哥智商压制你 哇 这个 库走了 还好 还好 基本上现在很 哎 哎呀 总算是泄气了 还在吹 还要追 迷之游走 这盘EP感觉有点 上头了 我觉得 找前面自己这边看到 武王秀了我 好不开心 跑到中路去秀一波 我没对这个门多打的真不错 哎 当代跟武王对拼 居然是把武王闪前逼出来了 是的 波南这边 哎 他把这个 啊 还是承接掉 反正这个红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对 没什么影响 是的 现在经济领先 7000左右 EP的这个上单 发挥一张非常好 看看这盘 能不能稍微带一下 其他路的话 发条其实刷兵也不差 但是没有人头 嗯 团队经济的滑达率是遥遥领先 是的 推塔推得比较多 现在主要是不平 这边感觉团战使不上劲 哎 对 他等级也离伤害也不高 对 打不出关键性的东西来 而且一比一打也 真的前期没拿到人头 或者不顺的时候 团战真的效果很差 很难有作用 对 你就放个大招嘛 减减速 伤害也没有 又没有硬性的控制 是的 其实不平性的 可以和队友商量一下 就是让中路 不要再吃他的眼 不然的话 这样的话 他会经济越来越差的 管夫这英雄 真的很吃经济 对 前期一定要有点作为 就是你的经济 最起码要比 就是和你的C位差距 比较小 1000块以内 这样的话 你这个英雄 能够给对方一种 足够的威慑力 就像厂长那种艺术力 对 管夫说装备 跟对面持平的话 是一个很不错的资格 如果优于对方的话 就是一个 你看不到的一个杀手 经常就把你这单吃掉 是吧 厂长的夸费是这样的 但是经济落后的话 就没啥用 这边视野 看到了 我觉得不平如果让经济的话 还不如打个为什么的呢 他打不到位 威威请了 拿不到 然后他犹豫了半天 来看一下 勾到了 这边是杀雪雪 但是 杀不掉 杀不掉 他勾到的这边是一排炸弹 他还想把队友拉过来一起死 比较小人 直接被杀掉 不平也很危险 但是门多这波支援 有没有机会 看来说说能不能换掉微笑 还没换掉 还没换掉 拿了一个双杀 闪了个夹子 应该死不掉 还是没死 这边门多是没有闪现的 打了一波零换三 感觉这一波基本上大势已去了 这一局现在很难打 因为你线上没有打 就阵容本身就没有对方好 这是实话 贾克斯真的是被对方后手 闪受贾克斯打萌多的话 其实还蛮让人烦的 尤其是对方其他路顺起来的话 就是没有前排没有关系 我可以用了伤害来做前排 而且炸弹人这边是有点内肥的吧 还有就是对于小龙的控制 我觉得一批如果要总结经验的话 这一局他们的小龙实在是控的太差 对 这边是第一条小龙被神不知鬼不觉的嘟掉了 自己都不知道 这一把的话 步屏有一点梦游的感觉 所以说是 对 步屏前期是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在下路 是的 而且对自己的伤害和自己的一个防御 都有一个错误的估计 就是中路那一波是吗 其实伊芙琳拿野的话真的 尤其刚才他单杀想单杀的是一个十几级的极客 这个的话 他是把那个 异技能踩了一脚 就是脚都被炸烂了那种感觉 是的 哎这边轮子马反而是要比 王单挑还要给力 这微笑也不管了 还躲一下 非常漂亮 但是这边 哎 这一发Q丢中 感觉好像杀不掉了 没有点人 就肯定杀不掉了 这个没有点人还有机会 逃得很快 装备也是真心好啊 你看他打得很痛 三件套已经在手 就感觉门多这种装备怎么会这么痛啊 嗯 是的 你看 微笑这边出招也是很坏的 好 大家注意我们平台正在直播双方选手的第一视角 这一局分别是草莓还有狸猫超人 是的 草莓现在已经开始分带了 现在装备 出具规模 两个人是抓不死他的 只是来一个人防守的话 草莓也毫无压力 嗯 还可以收一收野怪是 诶 这边要干坏事 要干坏事 诶 这边微笑 他再打了打了一下龙 发现队友没来 是的 算了 其实贾克斯加微笑是可以把龙偷了的 这装备很好 贾克斯加谁都感觉腿偷掉 这贾克斯装备已经好了 啊 现在可以打龙了 我觉得 萌多下路出现 贾克斯 哎 真的 直接开龙 贾克斯加微笑偷龙 其他人是干扰 贾克斯加微笑是最稳的 这个完全没有察觉 因为大力这边三个人都在露头 这也偷掉了 最后时刻 Q进去打一场 但是好像被发现了 这个没关系 应该是能够成功的拿掉 诶 这个陈姐交了一点早 哇 这边的配合非常的不错 炸大人发条要被秒了 粘过去 反身的大招也没有拉出来 直接秒掉两个 不平的EVE被指死了 是的 这里还剩一个门多 哎 门多这里 直接被上了一个点燃 挡一下 哎没挡到 一发Q 换掉了 A死 漂亮 虽然这番EP应该是输了 但是门多还是挺亮的 哎 很稳 真的是很稳的上单 嗯 像一名老将一样的上单 我觉得这个形容 真的是太贴切了 这番弱的话应该是NVP了 节奏从 节奏打得真好 从上路是带到中下两路 但我觉得驾单人的反应也很快 他每一次被干合的时候 反应得非常快 但重点还是 还是那个为带起整卡的节奏 对 包括小龙的控制 所以他做得非常不错 这个皮肤好帅 灰尘的时候 这个皮肤我觉得没有那个女警官帅 灰尘你有特效吗 女警官那个 有吧 其实女警官那个身后还会有一个警灯 我是觉得女警官那个拳头特别帅 是的 上面有一个雕的一个什么 雕 纹 纹 画 画 到底是什么 想清楚 他真的 描上去 描上去 我还以为他会说望闻问切 现在很难打 一匹 这盘遇到跟自己风格比较相克的WE 感觉有点打不出感觉了 打不出来真的打不出 像娃娃说的升级版的一匹 一匹打那种就是很容易上头的队伍 就老干爹 2比0带着老干爹 就很奇怪 现在这个联赛真的没法预测 就有点像战术克制 你要是上头的话 我一匹是稳扎稳打 一点一点把这个劣势扳回来 对 你哪怕出现一个错误 我可以把这个你的错误抓住 而且关键这一把的话 我们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出 线上能力上面确实是有差距 包括打野刷野的能力 这边一个位都刷了130个刀 而不凭这把只有70个刀 领先了60个捕刀 而对于两个C位来说的话 看 3-2对0-3 6-0对0-3 这个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异的 对 包括团队经济 其实团队经济也是很大的一个影响 就是这一盘如果一匹回去开会的话 应该是总结的东西蛮多的 对 对 他们整体对于局势的把握 哇 这一个大招轰上去 还好有一个发销的盾 直接就算了吧 算了吧 这他不要了 但你要知道这是WE 他们这两套技能的想法 唯一的想法就是把你的外塔拆掉 仅此而已 现在还要上高了 上高地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哇 这里拆打很快 拆的太快了 直接拆掉了 那一匹机会还不大了 一个大招 打到三个人 但是WE这边阵型法持得很好 后面晕一下八条 哇 伤害太高了 不过奥连带这个大放得很好 没有输出 打到了三个人 只能点 一个直 哇 闪现 W 这一局柯南真的不要太准 他刚刚一个人控住了八条 然后跟八条拼了半天 谁来打 哇 真爱 队长的爱 这就完美了 打了一波零环二 为什么队长帮别人挡了一枪之后 还是这个表情 没变过 反正这就是队长的爱 开护盾帮那两个脆皮挡技能 这叫什么 对爱如山是吧 对爱如山 微笑感觉是在笑 但是又感觉是不笑 他当一眼笑了 你看开心的 嘴角又翘是吧 微笑也是郁闷太多天了 这盘 这盘其实前期是有一些被压制的 但是微笑这盘 稳住了 对 他跟柯南两个人太稳了 柯南每次是想上的 你看他每次那个闪现的一血 但是微笑每次可能一为一在后面 其实还是挺有效果的 今天终于激动了一次 柯南的一血是蛮亮的 这盘是怎么投降了 这把觉得不要浪费时间了